成千上万的民众星期六涌上世界各地街头,要求改善劳工权利。 五一劳动节游行的目标是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收入。 雅加达警方说,他们预期有万名游行人员涌入印度尼西亚首都,要求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停止裁员。 在香港,劳工争议的焦点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 日本和台湾的抗议者要求雇主改善员工就业安全保障。 俄罗斯全国各地聚集了众多团体的示威者,其中包括支持普京总理执政党的新劳工团体,他们想要一个更加亲西方的政府。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都举行了其他大规模五一劳动节集会。